老爸好久不见 哎呀我的宝贝女儿 你终于回来了 宝贝 爸爸给你找了一个后妈 你不会介意吧 怎么会 我妈已经走了十年了 你早该找个老伴 好好照顾你了 这不是一听说你要结婚 我立刻停了国外所有的工作 连夜赶回来参加你的婚礼 对了 爸爸给你准备了礼物 海洋之心 哈哈 怎么没有了 坏了 应该是辣家了 我现在就让助理取回来 爸算了 不急这一会儿 不过 你送我这么贵的项链 林飞阿姨知道 该不会吃醋吧 哈哈 怎么会 你后妈性格特别的好 爸 你喜欢就好 对了 林飞阿姨人呢 我还没有见过他 他还在家里化妆呢 一会儿直接去婚礼现场见面就行 行了 女儿 飞累了吧 爸爸带你先回酒店休息 好 小海虫 啊 真没出轨 出轨 平非 你在说什么 出轨 你在说什么 这不是江总吗 他进来背着林飞跟这个女来酒店开房 不行 我得赶紧告诉你 别看了 我都看到了 还什么送给你最心爱的宝贝 我呸 我呸 行江总 我告诉你 今天可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为了什么两天的礼品 这时候你先忍吧 但之后你必须跟那个狐狸精给我多干净 啊 胡佛 你在胡说什么啊 我哪有什么狐狸精啊 好了啊 别狐狸请到了 我里边还有声音先挂了 喂 喂 姐 姐老头就抵了心想到这个狐狸精了呀 我治不了我老公 还治不了那个狐狸精吗 别可找人去查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个小仙人 敢勾引我老公 怎么了 你们吵架了 没事 你啊 给我去看一件东东套 是 我自己死了 现在是过去 我已经死了 我qu计算了 我回去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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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这这这是怎么了 崴了一下脚 来来来 去那边坐一下 我爸爸看一看 这全都肿了 你等着 爸爸去给你拿药喷一下 你听点 你得留点 赶快就好 连爸爸的叫上了 画得跟这个画呀 我们先进桌前 不行 我好不容易 盘上江海这林三十堂老 现在兴趣了 万一他不跟我结婚了 怎么办 等着吧 这个狐狸精 总有老大的事物 你疼 听点 这下感觉好点了吗 好多了 爸爸呀 先去忙婚礼的事 就先下楼了 你先在这儿歇一会儿 你在下楼 去烟灰厅就行 好 姐 今晚偷走了 走 怎么就不会 你不不行 这是我给后妈 准备的礼物 也不知道 她会不会喜欢 谁呀 爸爸 是你吗 爸爸 你叫他给真亲密呀 你可无理性 你也不嫌害臊 你不是谁 为什么东说大人 打的就是你这个见乎 把他给我拖起来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 想想你你不嫌好 我还供你别人老公 你家大人就是这么教你的忙 贱人 贱人 你认错人了 我根本不认识你老公 刚才小海城就是从你的房间里面出来的 你敢说你不认识 小海城 所以 你就是他的未婚妻 原来你还知道他有未婚妻呀 好啊 我把别人婚姻 你这个狐狸精还要不要脸 你误会 我不是他的小孩 我现在有变了 我们刚才在房间外面都听得清清楚楚 谁应该有个骚啊 谁把别人都知道我们在房间里面都在了什么时候啊 你给我把心 我配 你这个见乎的年龄看起来比我还小 居然干说如此下极勾搭 你还真是 你点脸都不要了 你没误会 刚刚只是我讲话的 才能把我涂药 还敢找变 你也敢说 这上面的人不是你啊 什么什么送给我最亲爱的宝贝我配恶心 你 这不是老爸给我准备的礼物 我这个真人的联络 看他敢不敢勾引别人老公 不要 你们要干什么 这眼袋 画得还真不错呢 难怪江总会被你勾引 你说 我要是把他画了 江总 还会不会要你 你又是胖胖 你后悔他 后悔 我把你这个狐狸精的脸划了 让我们才叫后悔 动手 撤手 家扯树 我是他女儿 撤手 家扯树 我是他女儿 我看你这个贱人还撬上瘾了 入戏了是吧 对 像你这种狐狸精啊 大方碰到个有钱有事的老男人 我都得对着舔着喊 怕他 他真是我的 你不行 给大家玩下个问吧 到现在还看你这种狐狸精啊 好啊 再继续给我画 看他喊得起应到什么时候 我呀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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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现在是他怕了 刚才喊爸爸的时候 不是喊得挺开心的吗 啊 哈哈哈哈 喂 什么事啊 老婆 公司临时有点事 你先去演会听吧 我女儿大概六点过去 你好好接着他 知道了 老公 刚刚是谁的声音 呃 是林倩 他送我早早过来呢 老公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地找到小柔的 嗯 江海城的女儿马上就要到了 他不仅仅是江海城的心甘朋友 更是海外负责人 咱们要想在江市战轮甲干 必须要讨好他 我让你去老厨师店做了蛋糕 送过了没有 已经送到宴会厅了 姐 这个先生怎么办 英文江海城的女儿 眼里最认不得傻子 你说 要是让他知道 有一个狐狸精 真的要跟他要的 那这个狐狸精 会是什么下场 啊 借刀杀人 姐 还是你高 把这个贱人给我拖到宴会厅去 让大家都好好的看看 这个骚伙是怎么勾引别人老公的 恭喜了 恭喜恭喜啊 哎呀 真是没想到 咱们这个穷乡必俩的林家春 竟然除了林飞这么一条鸡凤狂 假如豪门 江市集团 那可是咱们全江城最有钱的企业了 儿子 这次你大姐结婚啊 我们可以要了88万彩礼 你有钱呀 去媳妇了 妈 人家可是江城首富 你们怎么才要88万彩礼 这手不掉888万呢 对呀 说的有道理呀 好吃吗 爸 妈 女儿呀 你可算了 我跟你逼合去 88万那是普通人的家 你现在要结婚呢 那可是一个大老走 这彩礼呀 至少得再提升十倍 别说了 这婚能不能结成 才是一定 怎么回事 还不是因为这个小贱 他就是江海城的小三 刚刚还跟江海城去酒店开房啊 什么 那个瘦婊子 怎么给你姐抢卖 我不是 他快来看哪 这个狐狸精啊 攻击我女婿 真是太不要脸了 人家打婚当天还勾到人家老公去酒店开房 就你这种贱人 跟我们车就得被亲住了 该说不说 这小妞的身材挺辣呀 要不怎么能勾引江老总这种富豪呢 你要是害得我姐姐不成婚拿不到彩礼 老子娶媳妇的家谁来住 我打死你个贱人 这是 老子来自的车钥匙 这是老子来自的车钥匙 姐 就是那种价值好几百万的豪车 不止 这个是全球限量 王斯莱斯决定的车钥匙 价值至少上千万 啥 上千万 我们柴女 收了八十八万 好啊 你个狐媚子 竟然从我女婿手里 骗得了一辆价值上千万的豪车 没有 还敢尊敬 我实际上跟他要一辆跟食 他都买搬得不停 我倒给你买了辆老子来丝 真好啊 你这个仓福利可真会逃我老公死的吧 姐这小子都自我逃上来了 那我看看我老公还能认识好东西哦 臭婊子 老公是非呢 这是全世界最名贵的手镯 价值胜利啊 那不是江老总送给他的 这个小律师对江老总到底是惯了什么比 恨他 让江老总对他这么大发 我家间的东西 这种欲搏也是你配带的 老娘现在就给你砸了 恨了 你知道 原本这个手 我就是打算送给你 你不问 擅自毁坏他人嘴 你一直出发了吧 懂得多老吧 等个坐牢吧 嘿 翘 你帮我老公的钱 还带我去坐牢 要是江大乡写知道 你扣了他老爸这么多钱 坐牢的 只会是你 这就是你说的 我的后妈性格很好 你给我说你怎么把他笑死了 我笑 可恨可惜可悲 我现在就 你想加进林晨 想加进豪门 已经不可能了 我是不会同意的 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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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可恨 我 你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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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又想要走 这 我年轻 我好好的 你那颜色 瞧瞧 再有货 再有货 姐 你看这照片 你可恨 你可恨 那是我和我妈的合照 你还给我 都长了一副方位 我原来是天女女 这是你动作里能刻出来的 你不要胡说 上凉不定下凉歪 能说出你这种不知联系贱妇 你呢 那这也不是那么好东西吧 你都恨她了 你们两个怎么样啊 哈哈哈哈 你现在把它毁掉了 刚发生了一切 我都可以救你 请你干嘛 可以啊 来来来 过了 对大家求我 我妈已经去世了 这是我和我妈唯一的一张 我求你 把她还给我 你打开 你能什么 你想的没 像你 我跟她一切 走开 在我家里面 走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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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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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主 等你马上就开始了 这个店 想必林飞和小柔已经相见上了 也不知道他们相处怎么样了 走吧 是 林飞 林飞 你这个臭屁 你看 妈的一个臭屌子反了你了 女儿没事吧 这个小子 她都插着我 这是我和我妈唯一的一家合成 你怎么 你怎么敢 我要你死 你还敢打我 你算什么东西 你知道你妈是怎么死的吗 让我猜她 她应该是被老娘睡了 然后扭了脏瘤吧 你说什么 笑你这种不值钱容易 我靠 你是不是也扭了脏病吧 要不 我今天就大发紫团 把女生衣服给你扒了 你好好地检查一下 怎么样 你看 我怎么这么远了 把她的衣服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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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她好好地检查检查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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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人 你欠人敢咬我 二哥 二哥 你来 你这小三狐狸身材还真不错 姜老头玩得可真花 一群 小三狐狸身材还真花 是不是阿姨 杨夕啊你终于来了 姐姐夫来了你快过去 她都敢在外面有小三 还要我主动给她示好不成 姐哥哥说话呢是直了点 但是眼下最重要的 是赶紧把婚起了 她做出这种事情还敢和我生气 只有你是她将海成名媚正娶的太太 那狐狸精我们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确实还不能让江海成知道 我打了她的宝贝 对对 我的婉容呢 我怎么没有看见她 你接到她了吗 我怎么知道 说好了宛柔六点到 到现在了 我连个人影都没有见到 你们江夏是一点都不把我都没事 哎呀 对对 说过宛柔了 她为了参加咱们的婚礼 把所有的工作都推掉了 一早就赶回来了 大喜悦着 别不开心 想着跟她打电话 这不是宛柔的什么人生 哎呀哎呀 你可千万不要辜负她 一定要好好对待她 叔 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地会对待飞飞的 好好好 海成 我们家飞飞啊 聪慧顾驾 全心全意向着你 你可不能委屈她呀 阿姨 妈 爸 我早就识飞飞啊 没有我的妻子了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她 绝对比她让她受到意思的委屈 说得那么好听 彩礼还不是就给了八十八万 姐夫 小超她也不是任何意思 主要是我姐 之前太心慌了 飞飞啊 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受委屈了 你放心 从今天开始 我一定也会让你的家人 过上好日子 我宣布 彩礼啊 再追加到五百万 好 姐夫 大喜啊 我就说 姐夫是真心带咱姐的 把咱姐交给她 我们也放心啊 姐 姐夫 即使到了 婚礼啊 该开始了 走吧海诚 可是 是网柔还没有到呢 网柔 他可能什么事情翻课了 他应该很快就能到了 咱们先上台吧 5 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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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水水 你有什么声音吗 哪有这么声音 你听错了吧 哎呦海成 你是不是高兴过头了呀 那是我真的听错了 死了海成 哎呀海成 应该是什么小猫小狗吧 咱们赶紧走吧 别耽误了及时 快走吧 对了贤婿 婚礼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及时 那可是大失算的 不能耽误 是啊是啊 我过去看一下 很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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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来私车钥匙 这些东西怎么会在桌子提前 我怎么知道 谁知道你在外面都干了什么事 我 这些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 姐夫 你只不过是犯了全天下的男人 都会犯的错而已 你凭我也认个错 保证以后和那个女人断绝来往 我起大气肯定会原谅你 是啊贤旭 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 哪有我们菲菲好了 什么外面女人 菲菲 自从我前妻过世之后 这么多年我只有你一个女人 你是知道的 还成 你还在装傻 你背着我在外面养女人的事 我们都知道了 我再说一遍啊 我江海诚这十多年来只有你一个女人 这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这个 难道不是你送的那个狐狸精灾到死来死啊 这个 难道不是你送的那个狐狸精灾到死来死啊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买过老死来死啊 还有这个 帝王丽菲崔玉拙 给亚生你就认识 之前跟你提醒过 你说他至少两个云 他三大拍完会上哪下的 我还以为你必须要重新我 到我们的新婚里 我没想到 你这样送的那个狐狸 我要我要非非 这个我当然认识 可是我根本就没有买过什么帝王丽菲 水手镯呀 江总 您先前确实让我搜集过帝王丽菲 水手镯的资料 您小姐是不是因此误会了 误会什么误会 我收集手镯的资料 不是我要买 是我女儿要买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买手镯了呀 干嘛 怎么可能 老斯莱斯 地方里守折 你们 你们从哪弄来这些 这都是从你养的那个狐狸 现在这边搜出来的 往前整个江城 除了你 江市集团董事长江海昌 还有谁有这个实力 能花几个以后想再开心 江海昌 你们还剩一门 我就不能坦诚一点了 怎么顺到你们今晚还在底了 李渊 你狐中生有出一个小三 今天这婚 你是不想结了吗 太爱不行 其实啊 这婚可不能不结呀 是啊海昌 不能说气话呀 江某 就算气 这婚肯定是要结的 我结就是因为太爱你了 才会这么生气 你红了 你红红他 他把买给小三的礼物 帮人被买给我紧 事不就过去了吗 海昌啊 你不愿意承认就算了 但外边女人就没什么好东西 就是就是 他肯定啊 是看你有钱才勾引你的 你们这些有钱人 生活就是混乱 不知道抓了小三 还会不会有 小四 小子呢 说你们这群人 在这儿无中生有说我乱搞 你这老家还能蹬着什么人了 哎 我们还没有无中生有啊 那小三 我们都亲自看见的 就是 嗯 你看 这照片还在这呢 这下你还不承认了 明飞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但我还是坚持我之前的那句话 我在外面根本就没问题 江海昌 世道迷迹 你居然还不承认 那个不要脸的小鸡人 我都已经抓到了 我本来不想把这件事情 闹得这么难看 但是你一次次把我当成傻子 抓到人 你抓到谁了 你只顾问 当然是照片看的这个女人 明飞 我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江海昌自己问心无愧 还是问你不要脸的事情 把这把人放了 你这样回来 抓人是要犯法的 怎么 先逃了 江海昌 我告诉你 我不可能就那么轻易地放过 这个小线人 敢跟我林飞成男人 我要让他生无无死 林飞 胡闹也要有个限度吗 我再回就胡闹了 好 好 既然你不见管你过来 把他给我带过来 这下 你认不认 你们居然还敢打他 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是什么后果 我在这 快救我 救我 向海昌 海昌你不认识他 根本就不认识他 我也没有什么小词 是我 我是小龙 别给 赶紧把这套了 你上边还非打击击 你这样做是要坐牢的 你明白吗 你决定为了一个不要脸的狐狸精 让我去坐牢 向海昌 你才是那个妻子啊 是啊 姐夫 你也太过分了 就算你在外边养了小三小四 你也不能这样看 江家也太好了 居然为了外面这一小三 要让林飞做牢 我在这最后一遍 你肯定把人放了 放了人 婚礼继续 夏海昌 你拿婚礼威胁我 姐 你千万不要上这狐狸精的档啊 就是想从你的婚礼啊 哎呀 你先把婚结了 等你当了好门太太 这狐狸精 你处置了 姐 你把他带出去关起来 等婚礼继续之后 你再好好教训 坐牢 把他带出去 放了 对吗 小两口啊 就该一条心 有什么事 好商量 对不起啊 海诚 今天都是我太冲动了 我以后有什么事情 都一定会好好地跟你商量的 好不好 走 小区人呢 我以后有什么事 你怎么找我做什么 你怎么这么大声吼我做什么 你是想要把这些小菜我给你 找回来打我的脸吗 我问你 人在哪 我问你 人在哪 不要太过分 我一再忍让 不是让你得算尽吃的 这江总不会是后悔了吧 要把你小三找回来 哎呀 真是活久见哪 他等会儿 不快跟那小三过忙 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们到底把他弄哪去了 赶紧把人给我嚼出来 把我叫完球 今天 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你和那个狐狸精都给撤了 把他都带回来 我说已经吃了 你没有什么 你不想弄哪 我先给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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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如 爸你追来了 小龙 好不好我会保护你的 好不好让你走医生 张海诚你刚刚还听说你不认识这个女人 现在都当着我的名 你怎么办啊 王助理 我帮医生找来 给小时候做全面的检查 是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给了一个女人张医生 张海诚 你让开 张海诚 你居然为了这个不认识的狐狸精 让我再喊大救 张海诚 你是先跟我说过 因为我意识对我好 不会让我让她一点委屈 可这就是你对我的承招了 你对不起我吧 我来问你们 是谁干的 是谁干的 是谁穿了小龙的衣服 是谁撕了他和他妈妈唯一的合照 是谁拿了我的小龙 大白诚 现在是在我万文的婚礼上 你要为了这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这么追我我们了 你再说一点 是谁是不三不四的女人 姐夫 是那个贱女人 先招惹是非我们才动肉的 姐夫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女人 女人 怎么 我怎么打我 小儿你干什么 哎呀我的老天爷呀 骗什么打我儿子 海诚 你这有话好好说 怎么能动手打脚抄呢 所有人 你居然敢欺负我的小柔 是一个贱女人干他 干我什么贼紧的 喂 那可是我的宝贝小柔啊 没什么动过他一根手指头 你怎么敢把他打成这样 说 你到底打了他都敢掉 你先了 是 两下 三下 是说 你打的已经记不清楚多少下了 那是他活该 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 你应该想到 会有这么一天 他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情了 只是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啊 那还不是什么不要脸的事情 我已经后悔了事 刚才我怎么没有打死那个小贱人 你女性怎么做了过分的事情 不会揍着你 是你欠不开乱不开 不应该动了我的小柔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如果我今天我的小柔出了事情 我要让你们所有人给他陪葬 看着一副正人君子的做派 没想到为了小柔能做到这种地步 真是欠人之面不知心呢 白丑 你居然为了一个小杂打我 现在还要让我们给他陪葬 我才是你的妻子 妻子 你把我的小柔打成这样 你还有脸说是我的妻子 我告诉你 我帮你去笑 这婚我接不成了 我什么 二丑 二丑 我们三年的干净了 难道我们的婚男和陪伴都是假的吗 姐夫 我姐只是这些鬼没心笑 你可不能去下婚礼 行 嫌虚 你不要冲动 这夫妻之间还能到矛盾的 这婚不能不结 姐夫 林小姐 这都是一场误会 我离去笑 带我去见笑容 不 我你不能去笑 你不能弄给我 我怀孕了 我怀了你江海成的孩子 我怀孕 姐夫 我知道你去看那个贱 那个女人 可我且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 你怎么呢 连自己亲儿子都不认了吧 我 我 你怎么可能怀疑 我这一把年纪了 什么 你是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了吗 那些年纪比你大十岁二十岁的 这样能生孩子 我女儿 可是怀了你的孩子 你江家的孩子 不会连自己的种都不认了吧 使乱中气 这也太无耻了 前人果然没有几个好东西 我现在就把他们的恶行都挂到网上 你们都给我逼平 你现在跟我说怀孕了 你之前怎么不说呢 我本来是想在婚礼上在宣布这个消息的 生气临门 谁知道 你现在就要跟我结婚 我成 看在孩子的份上 看在我们三年感情的份上 我求求你了 婚礼不要取消好不好 还叫 不管飞飞做错了什么事 看他肚子里的孩子受无辜的呀 你们怎么能连千二次都不认了吧 这就是啊 我不同飞飞下去教教 我不同意您飞下去教教 小龙 没事了 没有大碍了 伤口医生都处理好 小龙 是爸爸对不起你啊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没事 不怪你 我宣布 婚礼取消 太长了 你就让那个狐狸精 那么欺负我和孩子吗 你一个见不得人的小三 有什么资格说不 难道你还真把自己当成 江家的 逢救人吗 我姐可是怀了江家的孩子 江总不给我姐结婚 难道还给你个贱人结婚不成 那还真是适风日下 这首富江家都轮得到一个小三做主 是宠儿教呗 你没看见吗 刚刚所复为了这个女人把连接两姐弟都给打了 那他还真是下得去手啊 毕竟人家还怀着他的孩子呢 哼 你们还都以为小柔是我的小三是吧 太长 只要你们这个女人断了 为了孩子 我会既往不休的 小柔是我的女儿 她是我江海生的独女 江婉柔 小柔是我的女儿 她是我江海生的独女 江婉柔 她就是江家千金 我刚刚打了江家的千金被了解 就是那个生命早逝 被江总登座场上明珠的千金大小姐 完了 真完了 她真的是你女儿 王朱李 马上就调去监控 我要知道 到底是哪些人欺负了小柔 我要让所有欺负过小柔的人 都必须给我付出代价 是 韩成 韩成 对不起 我不知道她就是你女儿 我是看到你给她准备的礼物 你还想她最亲爱的宝贝 我看见你们两个去酒店看房 在房间里面发出奇怪的声音 我在误会 她是你在外面要的女人啊 她是我的亲闺女 她当然是我亲爱的宝贝 在房间里 那是她的脚碗了 我再给她揉脚 好啊 还敢跟随着什么 李飞 你是不是得了妄想症呢 小柔 小柔气 这事情已经很没有讲了 就这么无耻 你们这是在犯罪 绝对我放过任何一个欺负过小柔的人 小柔 对不起啊 还一不是故意的 我是看见你们两个去酒店开房 我才会不会你是小三的 然后你爸爸常和我说 说他王妻早逝 要不是因为你 那十年前就随王妻一起去了 都是因为有你的温暖和陪伴 她才能从伤痛中走出来啊 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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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和健姐都很期待能见到你 阿姨 开心手给你做了蛋糕 我是真的不知道你就是王妻了 如果我知道了 阿姨觉得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是啊 小柔 我姐姐 她也一直很期待见你 她知道你是海外项目的负责人 说你要我以你的榜样 你要走向你学习呢 王妻 阿姨给你跪下 阿姨给你磕头 阿姨给你磕头 你真是你能原谅我 你不要还不写恨的话 这边怎么打我都行 阿姨就有一个消消息 王妻 王妻 来来来来你打破王妻 王妻你打 我打你 我把脏了我的手 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你 我不是什么小子 我是江海城的女儿 因为不但不停 还便便加厉的殴打入罢 还要八卦我的衣服 现在 你那惨就想要人呢 告诉你 不可 可惜了这车钥匙 和翡翠绿帝王手中 这原来 是我打算送给你见面 什么 这些都是送给我的 我饶 我饶 对不起 阿姨是一时糊涂 阿姨不是故意要毁掉 你送给我的见面礼的 王妻 你不能把这些见面礼 再重新给我去翻 王妻 怎么 阿翔我再送你一份见面 可真是又贪又无耻 对不对 这十年 我爸第一次带你 我原本以为会是个品析纯粮 我才想的是送你 但是见识到你这份 尖酸刻薄的 就没打算再送 这车钥匙和御准 严格来说还是我 但是被你毁坏 必须陪着 这劳斯莱斯绝 价值五千万 这玉琢 堪称无价值 我姑且算你两个月 除此之外 还有我爸给你弟弟买的那些房子和豪车 你的那些首饰珠宝和包包 我都决定收 四个月 我奶奶在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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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说说姐夫 她要是把送给我的房子还有车子收回去的话 换取朋友肯定要跟我分手的 海超 我怀的可是你的孩子 你不能对我这么绝情 海超 怀孕的事都是你一面之词 爸 叫医生来给他检查一下 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不 副长江医生 什么 你心虚了 难道你怀孕的事是骗我的 没有 我是真的怀孕了 而且 我有孕检报告 我需要叫医生再检查一次 你快点来说清楚 你看 我是真的怀孕了 死伤了 我怎么可能 不能怀孕的事情骗你呢 你会被小容力啊 还有什么事是你干不出来的 我 我当时是真的不知道他就是婉容 我 难道其他无辜的女性就可以随意伤害了吗 难道连这份运检报告都不相信吗 是 把手机给我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我不想再说一遍 医生 老大你过来一趟 这也太狠心了 连郁姐报告都不相信 以后怎么打电 糟了 医生来了 他会不会查出来什么 江总 江二姐 你 你带他看看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好的 林小姐 麻烦你把手给我 让我替您拔网门 林飞都拿出运检报告 他居然还要讲一声 等会儿 不会死不认诈 带林飞去流产吧 哎呀 武都还不识死呢 不 海诚 那是无辜的 我求求你 不要拉着我去流产 我虽然现在很愤怨 但我还不至于迷命人性 我们并没有打算让你去流产 如果待会儿医生 查出你怀孕的话 我会对你们母子负责 真的 真的 林小姐 锁给我 让我给你检查 江总 江小姐 林小姐确实是怀孕了 脉相很健康 一看就是七周以上 七周 对 你不是说孩子四周吗 是四周啊 不可能 林小姐的脉相平稳有力 孩子绝对在七周 你这个幽灵 在呼噜发道是什么 医院的医生都说了 我怀孕就是四周 那你把的脉 要比机器更更长 就是 那中医把脉 能比医院的机器准 海长 现在这个医生 可是你们江家自己请来 他也叫你飞飞怀孕了呀 对呀 这我们可做不了什么手脚啊 这回你们总该相信了吧 海长 我都说了 我怎么可能会拿孩子的事情来骗你呢 我的这份运检报告 就是真的 恭喜江总 这次娶到了林飞这么漂亮的妻子 而且马上就要当爸爸了 江总 刚刚的话 听到了 您说 只要林飞怀孕 就会对他和孩子负责 那么 这婚礼 是不是可以照常去行了 好啊 我是说过对他们母子负责 但是我并没有说过要去 不费呀 该给你的补偿 我都会给够 所以 你打算要抛弃我 我 我只做错了一次 你难道就不能看在孩子的份上 原谅我这一次吗 你做错的事 最不可恕 我不可能原谅 你觉得我欺负了婉容 你心疼婉容 可是我肚子里怀的 也是你的孩子 你不心疯我也就算了 你难道就不能心疼心疼她吗 早知道这样 妈妈就不该带你来上口 姐夫 我知道婉容 是你千交万愁养大的 可我姐肚子里毕竟怀的是你的孩子 这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呀 你就原谅我姐这一次吧 可是 婉容 姐姐你原谅我吧 我真的不想和我的孩子分开 总感觉哪里不对 刚刚凌飞 你很担心我爸喊了医生 而且月份好像也不对 难道 医生 她现在可以做亲子鉴定 医生 她现在可以做亲子鉴定 小婉容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在怀疑 这个孩子不是你们江家的吗 我只是以防万一 姐夫 你不想对我姐负责 不想让这个孩子可以 但你不能离我姐的清白呀 就是啊 林飞手画的时候 我们都是看着的 她的品行我们都了解 她不是那种会出轨的女人 想着 这没有一个好东西 林飞欲却你们 这是倒了大霉了 医生 林飞肚子里面的孩子 现在能做亲子鉴定 她的月份太小 要再过一个月才能做DNA检测 好 我知道了 去吧 好 再等一个月 那今天的婚礼怎么办 海长 我们菲菲是最本分老实的 我向你保证 她对着这个孩子 肯定是你的 做什么亲子鉴定啊 对呀 要等一个月之后 那多浪费时间呢 况且这婚礼都筹备好了 这亲戚朋友都来了 先把婚礼办好 不 就等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 我们再做亲子鉴定 海长 我听说孕妇的心情 会影响她儿的发育 你要是这么不信任我 我肚子里的孩子 不需要等一个月后的亲子鉴定 就会流掉 你这是在威胁我们 海长 我这是个无权无事的弱女子 我哪里敢威胁你啊 我只说有这种可能 那又是我的孩子 我也不希望她有任何伤害啊 江总 我拿到了酒店的监控视频 江总 这是大小姐房间外走廊的监控视频 因为林前还有道宏 他们扇了大小姐巴掌之后 还把大小姐拖到了房间里运弄 后来还把大小姐拖到了宴会厅 从监控录音锤子 他们还落下了房间里的暴行 我知道你们欺负小荣 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们居然这么困奔 卢香呢 我们不知道啊 不肯交出来是吧 好 看在你有身孕的份上 先放 来人 把这个女人给我抓起来 先去报案 把涉嫌殴打大人 非法拘禁情节严重 至少也得判个七年八年呢 不要抓我 我真的不要坐牢 我说 卢香在林飞那里 整件事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啊 都是林飞教唆我们做的 是她 让我们扒了江小姐的衣服 对她殴打卖卖 还要拍下江小姐的不样视频 发到网上 不全部都说了 我不能坐牢啊 我要是坐牢的话 我这辈子就完了 求求你们放过我 赵红 你闭嘴 要不是你跟我说 海诚在外面 跟小三开房 我也不会误会 是你误导了我 罪魁祸首 是你才对 赵红 原来说我跟小三去开房间的人是你啊 看来 你的罪行是最大 我没有 不 张总 我真的不是罪魁祸首 我知道林飞的一个秘密 我可以告诉你 只求你 让我不要坐牢 林飞的秘密 林飞的秘密 不 我没有什么秘密 海诚 你别听赵红胡说 不 江总 我真的知道他的秘密 只要你答应我 不追究我的法律责任 我就将这个秘密告诉你 不追究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我可以根据你提供秘密的教育 适当的减轻你的罪行 赵红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闭嘴 林飞明明提出要去抓他的是你 命令我把小小的衣服是你 想我打他的也是你 但是却弄我曲子了 凭什么 你甚至还要我是罪魁祸首 林飞 是你先不然 别怪我不义 你别仗着自己怀孕 就得逃避一切法律责任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闭嘴 是必须我散乱你的嘴 放开 你给我放开 张总 其实林飞跟你交往的时候 背着你脚踏两条船 跟他的老家好似乎在一起 他只是舍不得你的钱 张红 你背嘴 你不要等一个月做DNA检测 林飞肚子里的孩子 根本就不是你的 他的运气报告单也是作假的 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是七周了 因为那时你刚好在国外出差 看你发泄不对 才造假滥月开的四周 张红 你胡说八道 我撕了你的嘴 他们还计划着 以后要害死你 让他们的孩子 接上僵尸集材 林飞 你竟然要害死我爸 林飞 你真是个恶毒的女人了 我叫海诚到底哪儿对不住你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知道 不是这样的 你别再找我胡说 他是嫉妒我能嫁给你 他完了你的孩子 他在污蔑我的 胡说都真的 我有神奇 赵红 医生说我的身体不能流产 要是再流产了 以后就要不了孩子了 这孩子 我必须留下 那孩子爸爸怎么说 他高兴都拿不起 以后他的孩子 就是江城首富 江市集团的继承人了 他还说 要是江海城出个什么意外 江市集团 这是我呢 林飞 我爸爸对你百依百帅 你到底还有哪里不满意 竟然在外面乱搞 只是狼心狗废 不是的 是该死的 赵红他污蔑我 赵红 赵红他的录音是做假了 是假的 他污蔑我 他嫉妒我 他早就想害死我了 所以他提前被造成这个录音了 我的录音是真的 江总 刚刚说的话 都是林飞 清楚告诉我的 江总 你要相信我 我是他的未婚妻 凭什么相信你 他应该相信我 你们两个人 一个人一口咬定 证据是假 一个人一口咬定 证据是真的 很简单 把那个男人找来就好了 如果让我知道 你们其中有一个人 敢对我说谎的话 那就不是坐牢这么简单 我会将南口狂人的缘 连同他所有的亲人 统统堵出江城 我会将南口狂人的缘 连同他所有的亲人 统统堵出江城 哪有这么不讲道理的 都说货不及家人 凭什么要牵连我呢 就是啊 就算是杀人放火 也不能连家人一起判了呀 我就不信了 这诺大的江城 他还能一手之天了 真能把我们所有人 都赶出江城 不相信是吧 好 我就让你们看看 我到底能不能 王助理 江总 都办妥了 你们 都做了什么 喂 什么 儿子你都公司倒闭了 不是喜费也被残缘了 还被全江城的企业 都封杀了 就连学校 把我孙子开除了 完了 完了完了 整家全完了 江总 我再也不论说话了 求你一打量又打量 扰了我们家吧 我发誓 我是他 再也不跟林家 做亲戚了 我要跟他们 做一会儿去 好 我现在给你们一个 重新选择的机会 如果你们选择和林家 断绝关系的话 马上就可以走 如果林飞肚子里男的孩子 真的是我的话 你们得不到一点好处 我们走 我们走 别走 别走啊 我女儿是清白的呀 这孩子肯定是他们江家的 这怎么挺老婆的 林飞 看来你所有的亲人们 也都不太相信你的为人呢 他们不是不相信我 他们是太害怕江家的势力了 海成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是一心一想着你的 我的心里只有你 没有其他人 这三年里的天灵女地 难道就感受不到我的真心吗 海成 是吗 你如果说的这个男人是假的话 那就说明你在骚 被逐逐江城的人 就是你一家人 我真的男人干嘛你 我谁就告诉你 把人给我带过来 是 海成 看起来我们三天感情的份上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真的 婉容 你帮我劝劝你爸爸 婉容 我发誓 我绝对没有对不起你们江家 求求你高抬贵手 今天就算了 算了 不查清楚 这件事不可能就这样算 放开我 你们这是绑架 我要报警抓你们 小红 这个男人你认识吗 是 是他 是那个林妃古宗老相好 下见 不 不 海成 别顶着我我屋主 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看好了 这个人你认识吗 啊 林妃嘛 一个老同学 我之前还追求过 但是他太高了 我 没给我机会 没给你机会 那他肚子怎么怀着你的孩子 他肚子里有我孩子 大哥你搞错了吧 我俩好多年没见面了 他怎么会有我的孩子 大哥 不会是你把他肚子搞大了 找我背锅呢吧 别撞了下见 我们三个前几天还在一起吃饭 你别提了 啊 对了 我记得你说过 你手机里有个林妃的录像 江总 你可以查查他的手机 这些人 真让人恶心 阿优利 走 你们这是非把宋指 七番意思 别动 你手机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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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妃 我真是瞎了狗眼 我喜欢上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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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去把孩子打掉我们重新开始 我也是一只糊涂才受下见的哄骗 啊 我是真的爱你啊 没有你我哭不下见啊 起开 是在相信你的鬼话我就成了下见 跟我滚 啊 啊 呃江总 我发生是这个女人先勾引的我跟我没关系 放过我 放过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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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想你这个漂亮的女儿啊 哎呀 哭哭就是哭啊 你看看把女儿都教育成什么样子了 我老李家的脸都被你们丢光了呀 啊 啊 江总啊 我求求你你你你就放过我儿子吧 啊 太吵了 王舅舅 把所有人给我统统的带血 罚办 是 太吵了 王舅舅 把所有人给我统统的带血 罚办 是 小若 都是爸爸不好 都怪爸爸食人不清 让你不愿万里回国 遭受了这一切 爸 这件事不怪你 要不是因为这件事 你也看不清林家 这一家的真面目 要是真的让志勤祸害进了 那才是极为狗跳 小若 从前往后 爸爸一定残亮我的双眼啊 可惜了今天这一场宴会 便成了一出闹剧 小若 虽然你今天没有喝成爸爸的喜酒 但是爸爸可以喝你的喜酒啊 我 啊 你回归这么大的喜事 可你好好庆祝一下 走 爸爸给你接风起身 好